那看一下这就是地瓜开花的样子,像不像千牛花,它跟千牛花是同一个家族悬花科的,所以说啊,你看种菜还可以赏花,这个是地瓜,而且本来是要吃它的地下根,结果变成变成吃地瓜叶,你看这里比较嫩牙是紫色的,那结果最近又开花了,还可以赏花,这是一举多得啊。 大家好,我是喜欢香草乐爱田园生活的尼克,在观赏我的影片之前啊,请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,并按下小铃铛,哇,你看这个蝶豆花,我介绍好多次了,现在还是开的这么漂亮,但是你这样远远忘就知道,冬天快来了,你看他真的有点衰败了,好险啊,他已经留下了宝宝的这个,你看这个是豆莢,那这个豆莢保存下来,我们可以在春天再播种,那会长得更好,那今天这个不是主角哦,主角在这边,你看我这个花草, 里面也种了好多东西,现在秋天啊,你看田万寿菊已经开花了,我有影片介绍,你可以点阅看看,然后这个呢,这个是紫苏的花,你看紫苏如果他的花干成这样的话,你可以把它剪下来,就可以采收,我有一个影片介绍,自行留种也可以参考,今天的主角出现的是这个,这个是紫色地瓜叶,那这个是在宜蘭那个八分田农场的那个主人送我的这个地瓜,那那时候我没有吃,就想说拿来种,拿来种,后来我动了, 都生不出地瓜,结果呢,结果呢,就当地瓜叶吃,我爸爸说这种地瓜叶特别好吃,因为它的地瓜叶的香味比较浓郁,然后而且它很嫩,然后叶子很绵密,非常的好吃,那今天要报喜的是这个,哎,你们知道地瓜是什么科吗?它是玄花科,什么叫做玄花科呢?玄花科就是说它是千牛花的家族 所以你看,地瓜开花了,有没有像不像千牛花?这是地瓜开花的样子,很漂亮喔!在不同时间,不同的角度,再欣赏一次我这个甘薯,你看这个地瓜叶,它是紫色地瓜叶子,也根本是紫色,好漂亮喔!而且它开花很可爱,对不对?它根本就是千牛花的亲戚,好漂亮喔!而且你看,现在是秋冬,人家风红, 我们是地瓜叶红了,好漂亮喔!你这样看起来很漂亮,对不对?下雨天,再来看看我的地瓜叶,哎,还是有开好多花喔!然后呢,蝶豆花之前介绍,叶子真的钓好多,但是今天还是开了一些花,然后很多豆莢准备来采收了,然后你看,你看,我的地瓜已经爬到那个棚架上了,你看已经蔓延上去了,到处都是了,然后跟百香果已经挤在一起,你看,远远还有一朵花在那边,太奇妙了!没想到, 虽然吃不到地瓜,但是吃地瓜叶跟赏地瓜花也非常的愉快!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,欢迎你分享与订阅我的频道,一起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!拜拜!